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5月11日 第三卷二十四章第六节A 引用经文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 基督赐给属他的人确据 其所蒙的拣选是永不改变的 圣经清楚明说 我们所蒙的恩招是因神永恒的拣选 这使我们确信自己必蒙拯救到底 基督光照我们认识他的圣名 接纳我们进入他教会里 也必蒙他的引导和保守 凡基督所如此接纳的人 都是父神所交付他 使他们蒙保守到永永远远 我们希望有怎样的确据呢 基督宣告 凡父神所喜悦拯救的人 都已经交付在他的保护之下 因此我们若知道 神已经将我们交托给基督 设立基督做他一切百姓唯一的救主 就确知神必看顾拯救我们 我们若怀疑自己是否被基督收纳到他的保护中 则当晓得基督主动来拯救我们 做我们的牧者 并宣告我们听他声音是属他的羊 就除掉我们一切疑惑 让我们领受所赐给我们的基督 他亲自来寻找我们 基督必认我们为他的羊 并保护我们在他的羊圈里 然而有些人担心自己未来的光景 保罗说那些蒙恩招的是早已蒙拣选的人 基督也显示被招的人多 蒙拣选的人少 马太福音22章14节 然而保罗自己也劝我们 不要自视安全 他说自己以为站得稳得需要谨慎 免得跌倒 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 他们因不信所以被折下来 你们因信被接上 你们因信所以被接上 你们因信所以被接上去 你不可自高 反要惧怕 神既然不爱惜本数的之子 也必不爱惜你 罗马书11章20-21节 经验也教导我们 若没有坚忍伴随呼召和信心 否则一切都是突然的 而且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坚忍到底 然而基督已救我们选民脱离这样的担忧 因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应许 包括我们的未来 凡复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 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到末日却叫他复活 约翰福音六章37-39节 以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他们也跟着我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约翰福音十章27 十七至二十九节